各位,5.4a,我們會教大家什麼是終點定理 這份導學案第一版有一個講法 就是拿出三角形作一個摺紙 解釋一下終點定理是怎麼來的 先講到終點定理的結論 第二版是有講的,就是一個三角形 在ab上面找一個終點m,在ac上面找一個終點n 原來只要旁邊相等,就有兩個結論 第一,中間這兩條線,m,n,b,c,是必定平衡 第二,他們是相差一倍的 如果這個是x,這個就是2x 相差兩倍的 這裡是4,這裡是8,這裡是5,這裡是10 怎麼來的呢? 我又想示範一下這個三角形的摺紙的樣子 現在摺紙就是這個 m,n,分別是ab,ac的終點 這三角形是一個很隨意的三角形 不是等腰,亦不是等邊 他在這裏想示範一下 就是有辦法給你一個三角形 把它摺成一個長方形 原來一定能做到的 怎麼做呢?就是 在每條線上找一個終點 然後就這樣摺下來 沿著m,n,這樣摺 這一點應該剛剛摺到下面這個底 繼續把這個三角形又這樣覆下來 這個三角形又這樣覆下來 其實你就會看到 一個三角形 就算是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 一樣都可以用這個技術 可以摺成一個長方形 大家很明顯想到 這個長方形有什麼特別 長方形當然是上下平衡 上面這條和下面這條都一定平衡 所以摺紙可以計算 只要m是ab的終點 即是中間這兩個相等 am,n,b 只要旁邊一樣 原來中間這兩條線是一定平衡 因為我可以摺成一個長方形 這個應該不難理解 但是剛才第二個結論 終點定理的第二個結論 就說 bc等於mx2 即是mx2 即是mx2 那為什麼呢 如果用這個摺紙的技術 其實應該可以解釋到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當這一段 這一段 叫做x那麼長 這一段 下面這一段 叫做y那麼長 那你可以想想一下 待會這個圖形 會這樣摺起來 這樣摺起來 那你可以想像到 這個長方形的長 即是這段 這段 是不是x加y 你看看 這是x 這段是y 摺起來 剛剛好碰到的 這個長度 其實整個長度 就是x加y x加y 即是下面 這個位置 x加y 可以 因為這個x 復下來 就是x 這個y 復下來就是y 所以整條就是x加y 所以這個摺紙可以解釋到整個終點定理 只要側邊雙等 這兩條就是x加y 下面就是x加y 下面就是x加y 再加y 即是整條是多少 整條是不是2x加2y 底那裡 因為有兩個x 再加多兩個y 上面x加y 下面就是2x加2y 無論x和y是什麼都好 很明顯下面是上面的兩倍 所以這個摺紙可以解釋到整個終點定理 只要側邊雙等 這兩條線的關係就是 第一 平衡 長方形 如果用這個解釋 第二 很明顯看到 下面就是2x加2y 上面就是1x加1y 所以這兩條邊 MN和BC 相差兩倍 解釋就到這裡 不可以的話 上課再講一下 終點定理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都考得比較簡單 我們主要考定定理 我們主要會考一些MC 即是選擇題 所以我就會將它的寫法 放得很輕 大家可以看看 如何為此輕 如果正式寫 就應該寫到這麼長 我們可以看看整條數 這個改一次 好像現在有一個圖形 很明顯 這個圖形就是側邊雙等 AD等於DB AE就是2C 凡是你看到的三角形 側邊雙等 側邊雙等 兩邊都要 就是剛才的三角形 兩邊雙等 就立刻可以用終點定理 終點定理 告訴我 就是這兩個平衡 另外 他乘以 就等於他 這個2 這個就是4 如果要寫一次 嚴格的寫法 都頗長 你要交代 因為AD等於DB 因為AE 和EC 雙等 所以BC 就是他乘以 這個就是終點定理 好 這條比較複雜 因爲他要求面積 整個面積 整個面積 這個底不知 算到現在4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我知道這隻角是什麼 這隻角好像不知是什麼 雖然你 可能直觀覺得他也是90度 但是他沒有說是 原來還要交代到一樣 就是 原來跟剛才那種說法 這兩個都平衡 終點定理交代兩件事 一個 這條B乘以是下面 另一個是平衡的 所以這個都是終點定理 所以平衡之後 還要說 這個Y是90度 原因這個叫同位角 所以最後呢 就算了 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這條是一條選擇題的話 其實呢 這些步驟 我不需要寫得這麼仔細的 最重要是看到 旁邊一樣 所以這個2 這個是4 這個4 另外 這樣平衡 90度 90度 底乘高除2 就是4乘6除2 基本上你MC 只需要交代到4乘6除2 你算到答案 我就可以了 我就不需要寫那麼多東西 因為我們考選擇題 有什麼分別呢 好像這條 就是這個問題 嚴格寫 就寫那麼多東西 寫那麼多東西 但是因為 我想你只會做一個選擇題的情況 你明白 你計到答案 一步就可以了 圈了就表示 我想你寫的 就這麼多 不用寫那麼長 你只要做到OK 不如我也解一下 好像這條 它要求YZ YZ就是下面 很明顯 旁邊相等 所以我們可以用 終點定理 終點定理 4乘2 就低於8 一句 另外 想求這個 叫做 XQP XQP 這隻 這隻 怎麼找呢 找不成的 先找A A為什麼是55度 當然 因為是終點定理 告訴你 它是平衡 所以直接說A是55度 當然如果要詳細寫 就有時間寫 但是現在做選擇題 做選擇題 基本上你知道這個平衡的話 A是55度 所以內角和 100 0-38 -55 就是它 所以嚴格寫長一點 如果很輕鬆 就直接說A是55度 然後就算內角和 OK 算到答案就可以了 好 另外5.18 又是要教大家看 好像這篇圖 看到嗎 旁邊相等 旁邊相等 所以這兩條便 終點定理 求SR 就這樣說 5%OK 不用寫其他 這個是詳細的寫法 如果我們自己應付到MC 其實這些是OK的 好 再下 今次要求PQR 求這隻角 寫就有時間寫 但如果MC 你理解就不難的 剛才終點定理 除了這兩倍之外 它和它平衡 所以這個68 這個A就是68 如果A68 好 這個是25 另外 原來這裡是10 PS是10 剛才SR是10 原來 第二部份B 就要把幅圖這樣轉 這兩個相等 這個計算到10 這個剛剛告訴你 是10 所以這兩個又一樣 所以這兩個又平衡 終點定理 所以這個68 剛才這個是A 這個B都是68 所以最後就是三個人內角 180減它 減它就等於這個 這四個 要寫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這四句 你要明白為什麼 你要常常為意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終點定理 要不要用到呢 要求很簡單 用到終點定理 就是一個搭了三角形 只要是旁邊相等 旁邊相等 這兩條邊 就有關係了 關係就是兩倍 和平衡的 選擇題 你只需要 提得明白 立即便可以告訴你 這個誠意就是它 這些角就相等 同位角 你看看 如果正式寫這麼多 我們不需要你學這件事 只需要懂得計算 所以5.19不用做 我也叫你不用做 因為這個頁數 5 這個不需要做 這是證明題 好 後面這些 很輕輕的看一看 基本上 你會看到 我需要你直接出答案 都可以 不用寫步驟 旁邊一樣 終點定理 可以計算到A 旁邊一樣 4455 3乘2 就是K 7 7 一樣一樣 這兩個便是平衡 平衡的C便是56 直接出答案 就可以了 旁邊相不相等 這個雙等 這個雙等 這個6 很明顯整個12 這個雙等 所以 X乘2 就是8 那就寫到X 另外平衡 3Y就是57 那就計算了 就是這麼多 全部都是 總之記住 你要確定你用到 終點定理 終點定理就是 一定要旁邊兩對雙等 他等於他 他等於他 中間那些就有平衡 兩倍那些 好 所以你看到 我這裡都是要求他們寫的 比較簡單 最重要你看到 就像這個 旁邊雙等 所以4乘2 就是Y加5 OK 旁邊雙等 所以 這個是3X 這個A也是3X 接著內角和 做到答案就可以了 這條也是 這條 甚至乎 你看到很少東西寫的 最重要你看到就是 66 44 所以18 這個便是除2 好了 用個小的 用個中的和小的 又是22 33 所以這兩條邊 剛才這個是9 再除2 就是4.5 所以兩部做完 OK 看不清楚再看一次 那段片